吊杀上网融合判断能力 步法移动 击球技术 反应速度等多方面的能力训练 能极大提高在赛场上的杀伤力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种 球路练习的方法 叫做吊杀上网 这种练习方法跟杀上网 吊上网稍微有一些区别 那么前面介绍的杀上网和吊上网 他们都是用后残的吊或者杀 完了直接上网 那么我们这个吊杀上网呢 是用第一拍的吊球 调动对方 获得一个半残的机会 联系的后残进攻 杀上网 是吊杀再上网 有这么一个小的组合 我们看看运动员的演示 头顶吊直线 正手杀直线 上网 好 正手吊直线 正手吊直线 头顶吊直线 获得一个直线球 正手上网 正手吊直线 头顶杀直线 上网 正手吊直线 头顶杀直线 好的 前面这几个球路的演习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用 不管是正手 还是头顶 都是用第一拍 吊直线 获得一个 对方的 半场的斜线挑球 那么他在后场 进行移动 进而用杀直线 获得抢往的机会 就是吊直线 杀直线 上网 这是线路上其变 我们再看一看 后面 他们有斜线上的 吊对角 或者杀对角的 上网的 好 头顶杀对角 正手杀对角 斜线上网 吊对角 杀对角 上网 上网 斜线 还是吊对角 下斜线 上斜线 大猴 斜线 对角 예 对角 好的 在这一段演示中 可以看到 吊球杀球 包括杀球完以后的上网 它的线路都是斜线 也就是说对角球 这是因为 对方出的球 跟第一拍的控制的线路 有关系 那么可能 大家看的不是太清楚 我们再就这一种 斜线斜线 强网也是斜线的球 再做一遍演示 一拍 掉斜线 杀对角 上网也是上的斜线 好 掉对角 杀对角 还是上斜线 好的 通过这一段的练习 我们看到 前面一段 是掉杀 直线 后面一段 是掉杀 斜线 同时上网 也是上的 大对角的上网 这是一种 球路上的变化 那么 大家在练习中 可以根据 从 一 到南 根据你的能力 掌握的 熟练程度 进行 有机的组合 这里面 有一个要求 就是 第一拍 掉球 必须是 成功的 才会获得 这么一个 半场 突击 杀球的机会 如果没有 良好的 掉球 就不可能 获得第二拍 杀球的机会 好的 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